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絲 OK小夢玩的遊戲是神魔之塔 那現在要進行黑點時代機械層直轉主線第二張 第二張第一話 那我們一樣用巴龍隊哈 嘖 嘖 張王子聽到神魔王話後 陷入絕望式雙仇暴頭荒惶往後退 直至抵上牆壁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這麼絕望 要不是我幫你換成這副身體 你早就死掉了 你..你是什麼意思 你先冷靜下來聽我解釋 哇他好大隻喔 所以這..這一關可以打到他嗎 呵呵呵 會開放嗎 禮拜二復分 感覺好帥喔 蠻帥的欸 你如果對我動手 就會有不好的後果 嗯..所以這個是有成就的嗎 那就先不要打他 可不對 他打我會死 那..要用妖精隊好了 好我們先..先打死他吧 嗯..打不死 呵呵呵 好..我跟妖精隊打 尖精隊支持吧 妖精隊可以擋..擋一次嗎 妖精隊可以擋..擋一次嗎 冰箱中可以擋一次 我想要兩次會合嗎 來 好 好 OK贏了 欸不對 我其實不要打他就過了啦 只是因為剛才我想說不打也是死 所以還是要打一下 欸不過他兩回合也不會攻擊你啊 所以剛才是 喔要打死他 然後被反殺了 一星期前有失眠在山崖下 找到你那時應該從高速掉下來 全身有大量挫傷和骨折 還有嚴重的內出血 醫生整關過後說你已經沒救了 所以才會換身體 我們不想現實不救 竟然遇到盡全力幫助 這是我們機械都市 敵慢加敵的守則 所以我們為你換上機械的軀體 不過你頭部也受損 只能用我們研究中的技術 研究中的技術 我們一直來就頭部一下的部分 才會機械化 可這樣做還是無法完全避免生病 所以為了得到盾完美肉體 我們正研究連頭部也能更換的技術 換頭 這麼做的話我還是我嗎 當然是 你不是最佳的證明嗎 你是所謂有人類 完全變成機械的範例 將會作為我們機械都市的指標 實在太了不起了 這根本不是直接高興的事情 不不不 你因此可能接受不了 但我肯定告訴你 你是我們所有市民追求的完美之坦 是奇蹟的大名詞啊 呀呀我的地球 來和我一起歌頌這美好的一切 不 閉嘴 我受夠了 我真的是地獄大師嗎 又不是這一切都是我人所創造的虛幻嗎 我 我不知道 啊 啊 啊 地獄大師 為什麼地獄大師會這麼害怕 明明是誰高興的事啊 對阿蠻頭銀先生 你要不要也換成機械的身體 放心 我們這樣 在 將動物機械化這方面的技術非常成熟啊 不用了 我很滿意我現在的身體 不好意思 我要去找地獄大師 怎麼都跑掉 最近那幫傢伙在室內出謀 萬一遇上人恐怕會受他襲擊啊 不能讓中央的樣本受傷 沒辦法 只好去叫他們去找吧 好 好 第二張第二畫 呦 差點按錯 中央師不過一切衝出房間 漫無入地的 向前狂奔 不知不覺一開始冷靜 走出廳外 走到 吃東西的鬧事 當招式 人沒有發現 腦內被西姆的話弄得一片混亂 有什麼會變成這樣 一定有弄出來的陰謀 我不相信 我不願意相信 雖然腳被咬住 但一點也不痛 這是狗 不 它是機械狗 你沒受傷嗎 對不起 我沒光好我的狗 害你半倒了 這人和西姆一樣 身體變雞血 跟頭部是和正常的一樣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大一副弄武騎士的表情 嗯 想說他洗個技能 好 把幫忙洗下來就好了 好可以的 好 好 活活活活活 peor 啊 狗長狗長這樣 金屬機甲人 沒關係我沒受傷 這是你的寵物嗎 才不是寵物 他已經陪我25年 他是我的家人 狗可以活那麼久嗎 不其實五年前他畫上重病 本來沒救 幸好四藍大人來到 用機械技術救回他 他才得以重生 話說回來 你怎麼帶著頭盔 這想模仿四藍大人嗎 但很快發現了異樣 難道你也投過機械化 這實在太厲害了 其實說四藍大人終於開發成功 這是天大的喜訊 我一定要把這小禮告訴大家 對 對了 大家在這聚集於廣場 我們只要去那裡就行了 欸 我 我不想 等等 哈哈哈哈 我們奇妙被拉 好 主線第二張第三話 雖然張宇斯想增開對方 但對方的力量比張宇斯想像中大 張宇斯被對方帶到位於市中心的大型廣場 廣場戰地聖廣城圓形 四周被高雙的石雕像手包圍 中心處立一條不規則的碑柱 最頂端掛有鮮艷 顏色鮮艷的旗幟 上面印有神奇的紋路 這時廣場上擠滿了人 人群包圍的中心有個以神圍城的雷台 上方站著兩名裸弱上半身機械層的人 下方常常吃的恍惚 熱鬧的很 我是不會輸的 勝利是屬於我的 你們都要輸 我還是他蠻硬的 這力量太強大了 只要用這身體我就無敵了 誒 最少一顆 過了吧 前面還沒 前面都蠻簡單的 一來到決戰了 這什麼回事 為了測試機械的性能 我們每三個月都會舉辦競技賽 勝出者會成為機械研究者的研究隊長 得到桿梁機械的資格 看著吧 嘿 放馬過來 兩位比賽者運轉引擎機械生 閃爍光碼 舉起機械手臂同時跑向對方 轟隆隆 巨響伴隨的封擊 封擊起 旋手甲的手臂被轟至碎裂 他卻沒有停下來 跨壓在老地的旋手椅 不用會下職權 快阻止他 不然會怎麼說得很命啊 你太帶驚小怪了 只要不是攻擊頭部 我們是死不了的 你看那邊 是名字的地方藏著庶民機械 深藏破不堪的市民 他們正接受職員的治療 把殘肢連接上一臉太難 彷彿已成習慣似的 這 我還沒辦法習慣這種事情 這實在太有為常理了 我無法接受 我要離開這裡 喂 你跑去哪裡啊 張漢獅趁市民裝入館場比賽時 睜開對方 轉身逃跑 對方想追上來 但被人潮阻擋 只能眼睜睜看著張漢獅跑掉 張漢獅離開人潮聚起的館場 不熟悉城市構造的 張漢獅向盲頭蒼蠅亂跑 在張漢獅腦中唯一的目的 就是遠離人群 終於來到一條無人的河邊 張漢獅總算停下腳步 旁腿坐在河邊 河面撥平如鏡 倒影著召喚獅那機械神 張漢獅伸出手觸碰河面 河面頓時伐起 重重連漪 我變成了機械 只會怎麼辦才好 這條張漢獅苦惱之際 暗處有速到黑影 正悄然必盡 好 好啦 那這集到整理結束啦 希望明天晚上有頻道的 右下方的訂閱按鈕 按一下訂閱 也歡迎到粉絲線按著讚 以追蹤最新消息 將我們更新影片之後 你就能追蹤到最新的消息囉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嗨謝謝拜拜